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单把理论讲得透彻 同时将心意性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作用 也讲得非常透彻 像这个华严经 不单说得那么样清楚 幕后一篇经文 入法界篇 世尊以53位发生大事 跟善才童子表演 所以花严经好 有理论 有方法 还带表演 这种教科书 到哪里去找 带表演的 非常难得 那么我们晓得 中国古人 这个读书人 最重要的一部书 四书 现代的人几乎把它忘掉了 四书是宋朝朱喜编地 我们顿了华严之后 回头再看四书 可能是读习 看华严经 得到的灵感 因为它那个编的方法 跟华严经一样 有理论 有方法 有表演 它是诗 《礼记》里面的两篇 《大舌》中有 这两篇是《礼记》里面的 《大舌》讲方法 什么方法呢 跟华严说 过日子的方法 生活的方法 非常亲切 中荣是讲道理的 有理论 有方法 论语跟孟子是表演的 做出来给我们看 你看看 孔子 如何将这些理论方法 应用在他的生活上 能于是里面的理论方法 就是大学中用 孟夫子 如何能将这个理论方法 应用在他的生活上 表演给我们看 所以《灵梦》就很类似 《花言经》上的 《五十三餐》 真正是 高级的教科书 这个编撰的方法 非常圆满 非常圆满 在表演 这是跟我们 学佛的人 特别是初学的人 真正有一个入门下手之处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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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